此次军演的主力战舰 052D型导弹驱逐舰 052D型驱逐舰是中国海军最新一代导弹驱逐舰 是02C型驱逐舰的带两把 它最强的地方是配备了主动向上的雷达 和通用的垂直发射系统 052D型的主动向空整雷达 可以在几百公里外同时监控百余个目标 并可以对目标的危险程度进行识别 有很强的战场监控能力 而最新配备的垂直发射系统 拥有64个发射单元 也就是说可以安装64枚不同类型的导弹 比如安装64枚红旗9防空导弹 配上向空整雷达 这样就可以同时攻击几十个不同方向来起的目标 具备了很强的抗保和打击能力 为舰队撑起一道保护伞 它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 为发射筒配备不同的比例的武器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任务不是防空而是防潜 就可以换上一定比例的防潜导弹 如果还要对陆地攻击的话 就不再换上巡航导弹 通过这种方式 我国海军第一次拥有了强大的区域防控能力 和灵活的打击手段 随着大量的052D驱逐舰服役 必然会大幅增强未来我国航母的 对空防御能力和对地打击能力 往上舰队构成 使我国航母编队成为 仅次于美国航母编队的打击威慑力量 谢谢大家 欢迎继续关注八哥八军事